歡迎大家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主持Florence 我們很高興繼續請來施生 為我們分析樓價走勢及市況 施生你好 你好 由8月中開始 本港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續緩和 新增的確診數字已經連續多日回落到雙位數 體樓的活動明顯轉旺 亦都帶動了二手的交投 今日最新一期的CCL 修佈178.71 廣州下跌了1.21% 但跌穿了180點的水平 仍未反映到樓市市場轉旺 施生你認為 9月入秋的樓價走勢 會否開始變得明朗化 甚至乎重拾這個升軌 7月份開始 第三波疫情來摘的時候 其實對樓市都有影響 除了飲食熱、旅遊那些受影響 看樓活動是少了很多的 因為現在很少空置樓宇出售 很多出售的時候 別人一家大小都住在裡面 放人進來 不知道什麼人來看樓是有風險的 所以很多業主都不放盤 或者看樓活動少了 亦都令到放盤的業主沒有這麼快埋得出 一個社會裡面有不斷的流轉 每一個時期都有不同的人 因為不同的需要想賣樓 看樓活動少了 層樓就賣不出 賣不出 一個做法就是 減價 很多客體都希望其中有一個 爽手一點、出櫃一點 沒有什麼客體的情況下就會減價 所以就 7月開始 那個價格就有壓力 因為 買賣是 又要看樓、談判、千林 搞一輪的 那個價格回落 上個禮拜就明顯一點 跌了1.2% 當然跟股市比1.2% 是失失碎 但是樓市來說 我認為跌1.2% 一個星期是有一定的標誌性 現在要看是一個趨向性 一直慢慢回落 或者只是一個波動性 我這一刻 我不敢這麼快作結論 因為報紙上 最近很多報道都說 某某名人 成交價比叫價跌了多少 或者某個屋苑 成交價比銀行 銀行股價還要低 就是很多這些消息 但這些消息 就不夠統計出來的指數 那麼全面 因為你說 比叫價低了 可能業主叫價偏高 銀行股價有時候都會猜錯 通常成交價 高於銀行股價 那麼業主要給多些首期 就是借不到那麼多 現在這個時期 通常是銀行比較保守 所以出現的情況是 因為成交價高於銀行股價 是多於成交價 低於銀行股價 這一段時間 買樓通常要付出代價多些 因為銀行保守 那麼現在 市是不是 報紙很多說 市開始跌了 那麼我未敢作結論 因為這段時間 樓價仍然是在高位徘徊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報道 出去買樓 買到便宜 實際上現在 除了有低價成交 也有高價成交 也有常價成交 我相信要多看一段時間 才知道是不是轉勢 但是從疫情的角度來看 最近看樓是多了的 以及各區我們同事 反映上來交投量是升的 交投量升 即是想放盤的人等千世人 脫身 脫身就剩下的那些 就是硬要一點的熱主 這也是很彈真詞 現在我自己認為 市場上是不利因素 是多於有利因素 只不過在QE下 下面市場上 錢是很多 錢沒有出路 其中有一部分 流入了房地產市場 但是房地產市場 升幅 其實比不起股市 比不起金市 甚至債市 都不差過房地產市場 所以房地產市場 相對是跌了一些 但是我看來 世界各國都還要舊市 舊市都要印錢 起碼要赤字預算 貨幣的購買力 多多少少會被人質疑 有錢的人會持有多些資產 所以我看不到樓價會急劇地下降 我們對樓市還需要再觀察一段時間 才知道他的未來走勢 美國大選舉行在職 總統特朗普正式獲共和黨 提名去各族連任 施生,你認為 如果特朗普成功連任 相信反華措施一定會進一步加劇 到其實中美關係又會怎樣走 而對本港的經濟和樓市 又會帶來什麼影響 特朗普會不會連任 表面上,拜登是領先的 但是民調是逐個人去問 美國是間選的 即是有一個選舉委員會 普通人是選有權投票的人去選總統 各個州有不同的票 在贏的州 再贏多幾個選票,沒有用 你一定要在一些搖擺州 美國有些州 幾十年都是支持 這個州就是民主黨的範圍 那個州是共和黨的範圍 你贏這些州贏多幾票,沒有意思的 你一定要在一些搖擺州 你都贏到對手了 你在選舉委員會 才會有更多票 現在我自己看,拜登仍未有必性的把握 但是無論誰上台都好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都不容易改變 因為中國的崛起是威脅美國的國運 他威脅他作為全球腦袋 有條件為全球製造遊戲規則 可以調動資源 這些他一定要保住 所以拜登上台都會壓抑中國的發展 有一些人甚至說 拜登上台有利於團結美國的內部 和團結美國的盟友 因為特朗普有時會得失盟友 要將那些責任推給盟友 又要罵人 反而拜登上台就可能匯聚到 對付中國的力量更加多 這個是有這樣的估計 但是我自己認為無論誰上台 都會制約中國 都會帶動其他的西方國家去對付中國 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要發揮它以前的作用是比較難的 香港的作用是一個僑良作用 因為達通中國和西方的關係 引西方的資金、亞技術進入大陸 將大陸產品賣去西方 到後期大陸富起來 又引大陸的資金去外國投資 如果美國要切斷和中國聯繫 這條橋是沒有用的了 這條橋要溝通到,去到對面才行 對面都封死你了 難道上橋看風景拍照嗎 上橋的目的是過去對面才收到勞費 所以我自己看 香港接下來都會面對要轉型 找一些新的角色去扮演 所以對香港的經濟都有一定的壓力 很關鍵就是 香港人在新的環境下 懂不懂得走位 你都要懂得定位 找到新的發展機會 你才經濟會好 人的生活有改善 現在不健康的地方 就是靠印錢 印錢印出來,每一份資產都貴了 但實際上 你未必有好處 譬如你說樓價升了 你如果是用多少兩黃金 去買一層樓來說 樓價跌了 以前七、八兩黃金 買一層中小型樓宇 現在五百兩都買到了 是不是跌了 所以你如果用港元計 沒有什麼跌 也沒有什麼升 升少少 但是以黃金計,它是跌了價 所以樓價現在升 基本上是港元的購買力下跌 港元和美元掛鉤 美元跌 港元跟著跌 就不是等於樓價升 而受到疫情影響 今年上半年經濟慘淡 部分地區的商店更加是十七九空 工商店物業無論是租還是買的情況 其實都有顯著的跌幅 而最近金管局都放寬了 非住宅物業的按揭乘數 由四成上調到五成 施先生,你認為今次的措施 對於工商店可否換來一線的新機 你放寬按揭 就是令到首期不用那麼多 都可以買到樓 你首期的需要降低了 即是符合買樓資格的人會增加 在商業樓宇一樣 本來你想買,但不夠首期 你沒有賣 現在肯借了 那個需求會增加 但這些需求 是一種技術性調整後出現的需求 不是一些基礎性因素改善的需求 甚麼是基礎性因素改善呢 例如零售業 由客增加 本地人收入增加 消費意欲增加 零售業上升的趨勢是很持續 很堅實的 形勢不好 銀行說,我借一些給你 叫我去死嗎 借給我去買個舖 沒有生意的 我還要訂貨 還要請伙計 所以 這個不是一個基礎因素改善 是一個技術因素改善 就不是一個很根本性的 要甚麼情況下改善呢 我剛才說,香港人找到自己的恰當的角色 在新的環境下 對社會、對世界有增值 可以換,真的賺到錢回來了 你商業樓宇才有改善 另外,現在疫情後 有些行業發覺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 現在有些公司將來可能減少對寫字樓的需求 這個方面,我相信都會有影響 當然不是各個行業 有些行業發覺 Work from Home 降低效益 總有一部分會少用寫字樓 至於零售業 香港的地理環境 香港和中國有差異 人們來香港消費和在大陸消費不一樣 其實都是香港的優勢 一個要香港人排斥內地的情緒下降之後 我相信中國政府都不想在香港一壇死水 最終都會鼓勵一些人下來消費 短期沒有那麼快好 加上疫情都現在看來不會放緩 但是不會完全停了 所以零售業都有一段時間有壓力 問題是價錢跌了不少 銅鑼灣、尖沙咀的遊客區 租金跌一半、六成、七成都有 你便宜之後 自然吸引了一些人來 現在民生區的影響少一點 民生區以前 被一些大牌子、金譜、逼迫逼迫逼 都會去角落頭 現在看到市中心 好位置都有抱急 租金便宜了 都會出來的 我自己覺得價格會跌得比租金快 最後價格便試到底 逐步上升 現在未曾完全試到底 我們今天很感謝施先生 為我們分析樓價走勢和市況 我們下集再見